今年底年關將至啊 越來越多的國家考試 慢慢的也來出現 那這時候就很多人來私訊我的粉絲頁說 到底國考要怎麼跑啊 一千二一千六怎麼練得好 今天我就來分享一下 準備國考的四大重點吧 那我們就要來分享一下 要跑國考的一千六一千二測驗 第一個重點是什麼吧 第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因為一開始出發的時候 所有人都一起衝出去 這個時候你很容易被其他的影響 記得你在配速方面 按照自己的能力下去配速 不要被影響 這才是可以讓你四圈或三圈的配速當中 可以妥善的把你體能分配完 而不是因為別人衝太快 你跟著他衝 你可能就會因為這樣到後面沒力喔 再來第二個重點呢 就是你在比賽前 雖然只有四圈的圈速 但暖身一定要做得確實 很多人可能會在沒有暖身確實的情況下 就直接下去跑步 這個時候 你很容易出現養債的情況出現 就是你第一圈第二圈跑得非常喘 因為你沒有熱身完全就下去參賽 這個時候對你來講 會影響後面兩圈的成績 所以記得熱身確實很重要 好 再來國考的第三個重點呢 就是你在跑當中 千萬要把你的呼吸調節的順暢一點 不要有過度換氣的情況出現 你不要跑的節奏跟你的呼吸完全大不上 這個時候可能因為你過度換氣 讓你身體進入一個很喘的情況 這個時候到後面就會開始跑不動 那第四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啊 第四點呢 就是相信你自己 你在這次的測驗當中 已經準備了這麼久的時間 你要相信自己 你才做得到這件事情 如果你在比賽前 就已經很懷疑自己 到底做不做得到 我跟你講 你就真的做不到 所以記得相信自己 也是自己很重要的一環喔 好啦 那簡單就是今天分享 國考的四個重點 希望你們在這次的國考 都可以順利的考上你們心目中理想的工作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